三头金鱼被困在了寒冷的北极 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电视上面的重点新闻 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了这件事情 小美联系了当地石油公司的老板 希望他们能够出动破冰船去解救金鱼 但是老板肯定是不愿意的 出动自己的破冰船不但需要费用 而且对于公司来说并没有任何好处 还好妻子及时地提醒了老板 因为他们的石油生意属于破坏环保的新闻 如果这次能够解救金鱼就相当于支持老板保证 这样刚好可以给石油公司起到一个正面宣传的作用 经过了妻子的分析之后 老板果断地同意了小美的请求 而与此同时 小美在媒体面前指责了当地的州长 说她没有爱心见死不救 州长为了维护自己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最终只好同意了派出一支队伍刚往下场 随着这件事情的曝光程度 大量的爱心人士纷纷地来到了这里 导致了当地的旅馆瞬间爆满 住宿的费用也是一夜间翻了好几倍 这个小镇上居住的人